你要跑多快才能追上自己射出去的子弹 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伪命题 因为不管你跑多快 子弹射出去的速度都是在你的速度上 又加上了它自己的速度 怎么都比你快还怎么追 但是等等 有没有可能这样 我在射出子弹之后 马上就加速跑去追呢 通常情况下 子弹的出速度在700到800米每秒之间 我们取个中间值750米 那么它的时速就是2700公里了 看样子你是怎么加速都追不上了 战斗机或许还可以 取决子弹离开枪口是战斗机的速度 如果它是在1马赫的速度下开枪 不过应该是开炮的话 那么就需要至少加速到3.2马赫才能追得上 谁可能会搬到呢 似乎只有SRT黑鸟了 但是完成这个壮局的还就不是它 偏偏是一架最高速度不过1.1马赫 服役时间不过才短短几年的战斗机 格鲁曼F11老虎 而它追上自己的炮弹纯属意外 并且还付出了坠机的代价 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架自己把自己击落的战斗机了 怎么回事呢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啊 上世纪50年代初 格鲁曼的设计师开始着手对其F9美洲式战斗机进行现代化改造 为它带来更低阻力的同时实现超音速飞行的能力 当这样工作于1953年完成的时候 结果却拿出了一架与美洲式完全不同的飞机 这种新型飞机配备了全跨距前缘凤翼和带有扰流版的后缘静翼 而通常用于横摇控制的副翼则被拿掉了 翼间也变为可上翻的样式 方便在航母上存放 在1955年4月的首次飞行当中呢 它就以接近一马合的速度展示了其过人的高速能力 把海军机的当机就下了订单 要求格鲁曼你赶紧给我交货400架 看起来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 然而蜜月期很快就过了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老虎的缺陷一个个都暴露了出来 它的发动机不是那么可靠 它的续航里程呢坐近见走 它的耐用程度实在是很弱机啊 各方面的性能都完败当时生产的其他战机 比如沃特F8十字军 于是到了1959年 在短短的4年之后生产就被叫停了 只有199架被实际造了出来 而且很快海军连一架都不留给他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了 只在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继续使用了几年而已 按理说啊 这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飞机 应该很快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才对嘛 可是它偏布 非要用一场极端的空弹把自己挤进 超音速战机的名利场 好时不时跟人炫耀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快吗 都快到被自己开出的火炮给击落了 是的啊 就在1956年的9月21日 年轻的美国海军试飞员汤姆 阿特里奇驾驶着一架F11老虎 从纽约长岛起飞 他此趟的目的是要在大西洋的上空进行武器测试 当爬升到6000米的高度时测试开始了 阿特里奇以伊马赫的速度一边向下服冲 一边从机身两侧共计四门20毫米的机炮当中 射出了第一轮大约70发的炮弹 仅仅4秒之后呢 它的高度就已经降到了4000米了 接着它打开了飞机的加力燃烧时 以更大的角度开始了第二轮的服冲 当到达2000米的高度时 它再次开火直接就清空了弹带 可片刻之后 它的驾驶上玻璃被什么东西给打碎了 阿特里奇认为这是一次鸟机 他立即就放下油门 并拿起机头以降低速度 然后转身飞向纽约卡尔夫顿附近的 格鲁曼空军基地 但在飞回空军基地时呢 阿特里奇注意到刚才击中它的物体 还在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 留下了一道相当大的伤口 并且很快发动机就真的 开始给它带来麻烦了 它最多只能开到78%的功率 如果再继续将油门推过这个数字的话 就会导致发动机 按照它的话说 像是用真空吸尘器从地毯上吸起石块 一样剧烈咆哮 虽然是在继续飞向空军基地 但阿特里奇却在迅速的损失高度 最终在距离基地不到1.6公里的时候 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 老虎最终铺上了一片森林 在跌跌撞撞的向前滑行了 将近100米后才停了下来 所幸的是阿特里奇只摔断了一条腿 和三根椎骨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这该死的鸟啊 他心中一定会这么骂到的 但事后调查显示他骂错了 甚至他根本就不该骂嘛 因为导致他坠机的 正式起初从他的炮口当中射出去的 那78炮弹了 这张图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了 当炮弹离开飞机时 他们的出输呢 虽然是2700公里 但是很快就会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大幅减慢 而与此同时呢 飞机的动力始终都在啊 所以并没有减速 在这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当中呢 阿特里奇反而还开了加力 以更快的速度向下服从 于是无意当中 他从炮弹弹道的下方超过了炮弹 11秒后 当他重新拉起飞机 第一轮被他射出去的78弹雨 正好经过他的头顶 一发撞在了他的驾驶舱玻璃上 一发击中了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 再加一发穿透了老虎的鼻椎 你说阿特里奇是什么样的运气 才碰上了这样的概率 先是被海军声称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的 自己把自己给打了下来 又在坠机撞上地面后 以极低的生还率 从驾驶舱里面爬了出来 这两个概率拿出来沉一下 大概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了吧 虽然这个幸运 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来得好啊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呢 飞机飞太快的确是容易误伤到自己的 不仅射出去的炮弹可能 就连射出去的导弹也是有可能的哦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不得了吗 本来は你喜欢的隔音 你来个 leap